哈嘍大家好 我今天要來教學新手如何想出比賽中的四套牌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來看看吧 第一,先看看最近一次的比賽 下去做統整 最近一次的比賽就是全民心賽了 如時的比賽通常選手會對上一次的比賽來做代牌更新 有一些人會想抓上一次比賽強勢的職業 有一些人則想繼續原封不動的拷貝下來 有一些人想抓上一次比賽強勢職業的牌組 最基本的就這三種人 要去思考哪一種讓你勝率能提高的機會吧 二,跟朋友討論自己的想法 自己有想法之後,去問問其他人怎麼想 因為場次會影響你對這遊戲的認知 所以兩個人一定比較好 但首先,你要有朋友 第三,測試牌組跟想法有沒有一樣 隨便找個人打BO5 多打幾場BO5 你可能就會發現問題在哪裡 第四,決定好四套套牌 跟你朋友討論完 測試完之後,決定出哪四套牌 第五,跟朋友討論牌組對戰需要注意的東西 戰鬥中不只是靠你的技術 也要靠你的經驗 所以有一些流牌是需要時間來驗證的 像是大哥世界冠軍那流了石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要討論流牌或注意一些細節之類也是很重要的 第六點,加以對四套牌的成熟度 實戰 前面都做完之後就是無盡的練習了 練習很簡單 一樣找一個要比賽的人 狂練BO5 就能找出問題點在哪裡了 比賽當天 我這次比賽相當的不好 有很多細節我都沒注意到 我最後以1勝2敗輸掉 如果打的好可能也沒有那2敗的 所以我覺得戰術不錯 不過我自己措施掉了 為了驗證 我們一起來看看想出這套路的KMN KASA的成果吧 KASA最後以4勝2敗的戰績輸掉了 真的很可惜,5勝1敗就可以晉級了 所以驗證的這次討論其實是可以的 可是我們忽略到的一些東西 就像是偶數勝 其實沒有很好打偶數數 這一點是在我們比賽後才深刻體會到 這就說明了比賽練習的很重要性 OK這次講解就到這了 謝謝你們看完了 我覺得這次的講解沒有很好 因為我沒拿到冠軍 希望我有一次拿到冠軍再來講解 謝謝大家